好 理事長我想問一下 如果說真的大家收到了這個 細胞短訊 到底該怎麼做 因為他這次的範圍很長 8月13號到9月2號 將近半個月的時間了 那如果收到短訊代表什麼意思 那我應該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嗎 收到細胞簡訊 表示你被確認為接觸者 那被確認接觸者的話 那政府又通知你 表示政府已經認定你是個接觸者的 沒有問題 那這個時候你要做的是第一個 你要健康管理自己要做出來了 健康管理就是說 你自己每天要量體溫兩次 健康管理的意思就是量體溫兩次 至於要不要跟政府機關匯報 那就看政府機關的規定 如果像政府機關匯報 叫做自主健康管理 如果不要像政府機關匯報 叫做自我健康管理 所以基本上這個細胞簡訊 通知你的時候 大概你最起碼要做的是自我健康管理 然後做了這個健康管理以後 另外就是說你趕快去篩查 沒有症狀也要去篩 那趕快去找疫苗 打疫苗 這個都是要政府先幫你找好的 否則他通知你幹嘛 通知你的這個簡訊以後 如果沒有告訴你要做什麼東西的話 這個根本就在做秀而已 他就拿簡訊 你看我政府有在幹事 有在有作為 其實他這個簡訊才撲露出來 他根本沒有作為 他的作為只是叫你說 你有症狀再去篩查 這個是不對的 應該要接到檢訊的人都去篩查 因為你已經被列為接觸者 但是這一次洪偉姐 這一次有110萬人收到這個簡訊 如果說全部都去篩 其實昨天爆出來之後 篩的話都已經大爆滿了 篩檢查已經大爆滿 護理師已經要崩潰了 本來就是我跟你講 你發出110萬簡訊 這代表什麼嗎 就代表政府只會浪費納稅人的錢 圖利電信業者對不對 那如同就是說 你接人發簡訊就是告訴你 你可能跟接觸者 在同一個時間有重疊到 好 那昨天其實 我有些朋友有接到 他們就立刻來問我 他說問題是我根本這段時間 我既沒有去桃園 我也沒有去苗栗 我在台北好好的待著 我幾乎都很少出門 為什麼我收到這個簡訊 所以他們都覺得非常納悶 是政府錢太多嗎 還是只是來這樣子 來嚇老百姓而已 所以如果按照剛才王任賢 理事長所說的 他的一個SOP的話 那麼應該大家全部 趕快到篩檢站 趕快到醫院 現在醫院應該被擠爆才對 不是 剛剛短訊裡面 為什麼不跟大家說清楚 講明白了 而且還有一點 你知道今天也有人 跟我質疑這些 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我們現在到每個地方 是不是都要掃QR Code 對 我們每天看完 我都想說 我們都找得很辛苦對不對 對 都花我們的錢 對 沒有錯 我們既然掃QR Code 然後這個顯然是 用基地台的位置 在廣發 就是說你可能在基地台 也許你們有重疊到 所以才會有110萬 所以這證明一件事情 結果好幾次 我們在確診者做疫調 常常中央罵這個地方 你疫調不實 或者這個衛生局 就罵這個確診者 說你隱匿你去的地方 那我們都真的覺得很浪悶 所以原來我們這個掃QR Code 這個實聯制 根本是掃心酸的 掃好玩的對不對 隨便掃一掃 因為它根本並不作為政府 在整個疫調裡面的工具 大家記不記得上一次澎湖 他們就曾經發生過 那衛生局說 我們要做疫調的時候 希望你把這個實聯制的資料 提供給我們做參考 他說沒辦法提供 因為這個數據實在太大 所以我們都隨便掃 所以第一個 我們這個實聯制的QR Code掃 政府在花錢 但是白花錢 另外一個 我們不是這個唐豐 還有一個台灣社交距離嗎 我也下載對不對 有什麼用嗎 請問那有用嗎 那個也沒有用 所以弄來弄去 政府做了很多事情 是在作秀 而不是做實事 我真的我是同意 政府趕快去做一些匡列 可是你看 昨天莫名其妙 發這110萬的這個細胞檢訊 這代表政府沒有做事情 反正有錢嘛 亂花 然後只是造成大家的恐慌 然後說實在的 我們還有朋友來講說 那個夫妻之間 你有去啊 你什麼時候去 我沒有去啊 還想說我真的沒有去 對不對 你還造成人家的家庭糾紛 所以你 我是歸期陳時中 可以告訴我們 這110萬你到底怎麼來的 如果你只是這樣 隨便亂發的話 那代表你所謂做的防疫 只是亂花錢而已 對 如果是隨便亂發的話 沒有一個依據 而且你發完之後 也沒告訴大家 好 如果我想篩查 我是要自費去篩查嗎 我要自己買篩嗎 還是說政府 像文二先生的理事長講的 政府有沒有幫我規劃好 我住在哪裡 那我要去哪邊篩 我是不是要在家 每天量兩次體溫 王二賢理事長沒有講之前 不是 你量兩次體溫 你要告訴誰啊 對 如果我真的發話了 對 說得沒錯 我要告訴誰 我跟誰回報啊 所以小星哥 很多人都會覺得 包括實名制 掃這個QL Code 我突然覺得 那還不如就是一些店家 他們自己買那個體溫計 你進去量體溫 有發燒沒發燒 那個還比較實際 沒有錯 這個簡訊 發到110萬劑 除了這個簡訊的費用 這個比賽是萬華的 那一次的 萬華才60萬 還要多 將近要兩倍 萬華的疫情 那個時候是多麼的嚴重 才60萬分 這邊這個 為什麼110萬人 大家也很納悶 而且我覺得 剛剛洪威姐講的 最到位的是什麼 會有家庭糾紛 我明明沒有去 然後這邊 誰說你沒有去 然後造成家庭市民 政府認證 莫名其妙 那重點是什麼 你看這個疫情的內容 這個簡訊的內容 就是說你在這段期間 有重疊 可是重疊哪裡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自己猜 那個祭司他或者是這些人 他去過哪裡 你也不知道 如果說我今天看到的是 有重疊 我就看到這個人的足跡 然後我去過這裡 他也去過這裡 我就知道 可是我們知不知道 這個祭司完整的足跡 你大概也不是那麼知道說 整個完整的 所以很多人就講說 我在這個比如說手板上講的苗栗 餐廳 這些東西 我都沒去過的時候 我到底為什麼跟他重疊 到哪裡重疊 根本無從追蹤 所以他一定會疑問 疑問就要詢問 可是詢問 你看這張簡訊裡面 有沒有你任何可以詢問的連結 或者是說你可以問誰 或者是你該做什麼 沒有 就去看醫生 看醫生我有沒有症狀 或者是說要去篩檢站 那篩檢站在哪裡 你也不知道 然後就會變成什麼 百萬共同來篩檢 這是怎麼樣 這是一個快散活動嗎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說 盡量的擴大篩檢能量 但是你的軌跡跟你的判斷 必須要能夠把有限的資源 用在最精準的方式上面 以前我就覺得很好笑 以前民進黨不是最討厭的 讓他講普篩嗎 普篩普篩浪費什麼東西的 噗哩啪的 結果你現在發了110萬劑說 叫大家全部去普打錢 在短期內讓大家大塞車 那你不就是打自己的臉嗎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在這些事情上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第一個 這個預算目前要被消掉 第二個他有點虛應故事 表示說我都有通知 你們都是重疊者 會不會是指揮中心 先打一個預防針 表示說我有通知你 是你沒去篩 我有通知 政府最喜歡做這種事 比如說自主健康管理 他就規避了剛剛醫師講的 政府的責任是什麼 政府責任是應該 我應該預先釋防 預先精準篩檢 那你今天這樣的話出事了對不對 到時候確診的時候 他就問你 你有沒有接到簡訊 然後你其實不太常翻手機 坦白講現在大家都在看 那個LINE這種東西 我也很少看簡訊 別人常給我常常看不到 突然有有有 就是你的責任 你看政府通知你 你怎麼沒去做 都是你也不對 所以這個政府怎麼樣 推卸責任一把兆 解決問題還料料 根本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大家滿失望的 我們很辛苦 你可能是隨便 我等於微小白